出自我 出自我 演出上誠信嫌犯貼出不少照片 一家五口和樂融融出遊去餐廳吃飯 一家人對著鏡頭笑得很開心 誠信嫌犯感情狀態 寫著跟林姓女子結婚 直到今年三月兩人分居 警方不排除這可能是糾紛倒火線 最好解誠信夫婦目前分居 兩個人育有三名子女 大女兒已經成年 老二是兒子 住在外面有工作 最小的孩子才四歲 今天不舒服上學請假 媽媽要把人帶走 過程中夫妻發生口角引來殺雞 誠信嫌犯目前無業先前就有家暴等多項前科 常常妨礙社區安寧 住的房子是嫌犯妹妹成租登記 家人都在這邊 兇嫌疑似是附近問題人物 小孩子沒有哭 我看到那個摩托車有一台是倒地 擋在地上 先生殺害太太後警方到場圍起封鎖線 除了小孩子的書包 一旁還有死者衣物跟小孩的眼鏡 上頭血跡斑斑 醫院表示死者左前胸刀傷是致命傷 搶救30分鐘人宣告不治 最好解死者帶小孩返回住處 收拾物品 離開時嫌犯突然回家 兩個人疑似因為撫養權問題 當場爆發口角衝突 嫌犯行凶後逃逸 橫跨台中好幾個區域躲避追棄 警方正調閱監視器 擴大追查 TVBS新聞將軍